现在拿的就是松露盐可送 这是红豆面包 对待客人态度亲切 56岁的张妈妈 当全职的家庭主妇快20年 如今小孩渐渐长大 让她有机会重返职场 外出工作 其实我离开职场已经17年了 那因为小孩子长大了 我觉得我应该与时俱进 那也应该更精进自己 所以我就找了现在的工作 那现在工作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也非常快乐 因为一起工作的人员 都很乐观很正向 比起待在家无所事事 张妈妈说二度就业 可以接收新的经验与知识 也能从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 从来没有说打算要做到什么时候 我打算要跟大家一起 共同的努力打拼 一直做到我做不动为止 其实我非常鼓励大家二度就业 专业的家庭主妇 他其实在家里面除了看电视 要么就是打麻将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正向的 不见得他要做正职的工作 那哪怕是计时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让他更成长 然后学习更多的东西 近年来服务业引入大量的中高龄工作者 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去年高龄者主动求职是2020年的1.9倍 增幅达90% 中高龄则是1.23倍 成长23.5% 由此可见有越来越多中高龄族群 追求老后的经济与精神独立 不愿与社会脱节 选择重启职场第二人生 根据统计台湾在2030年相较于2020年 45岁以下的劳动力将短少108万人 到时45岁至64岁的劳动人口将增加到85万人 在少子高龄化的趋势下 中高龄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职场高龄化让55岁上劳动力成关键 但如何在步入中年后 活得优雅自在也相当重要 人力银行就建议 中高龄者可以从马斯洛五大需求理论着手 在生理需求方面 每周要规律运动 并维持社交活动 若没有1500万元以上的存款 建议重返职场 让自己晚年每个月也能有一份稳定收入 但再次踏入职场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心态归零 放掉面子问题与自尊 展现毕生所学并提心年轻世代 我们在这一年中 对于我们中高龄求职者的会员统计 他会发现他们有大概一半以上的求职者 并不是因为经济的硬需求而重新回到职场 比较期待的是跟社会保持互动 或者是期待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持续的发光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回到 比较精神层面的 你能不能持续的跟这个社会保持 发挥自己的价值的这一块 台湾平均余命来到80岁 距离65岁退休还有15年的时间 考虑到通膨和医疗支出的增加 若想维持一定的生活品质需要准备的退休金只会更高 人类银行就发现有85%的中高龄仍有工作需求 而现在企业普遍面临缺工压力 因此像是住宿餐饮服务业或是批发零售业 都把真材目标锁定在中高龄50岁以上的族群 很多的产业现在非常的缺工 那会是比较着重在内需的产业 像是消费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这样的产业 那如果是想要转职的中高龄朋友 其实就可以从这样的产业进入 其实中高龄劳工 他们很多人其实原本就是预设 一个退休的一个年纪 不过真的到他们原本预设要退休的年纪的时候 其实他们发现退休了一两年之后 好像感觉这个退休金存的这个不够 表面上会觉得应该是很多 中高龄劳工在退休之后 觉得生活比较无趣想重返职场 不过我们调查发现 其实大部分的人 还是以这个财务的因素为主 造成他们要在重返职场来工作 传统65岁退休享福的观念逐渐改变 迈入高龄化社会 老后重返职场 也是另一种实现理想的生活方式 TVBS新闻 徐慧山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